海向潮汐预报系统 海上休闲活动钓鱼 鱼、航行、海洋工程、防灾的好帮手 潮汐是一种具有周期特性的海洋运动现象 对于海岸休闲活动钓鱼 鱼、船只航行运输、海岸工程设计、防灾救难 甚至于海域地形水深测量等皆有相当程度之影响 影响潮汐最主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处能 由于宇宙天体对地球各处引力不同 主要的引潮力是来自月球 其次为太阳 潮差会受到地理位置 海底地形和水深有关 全世界最大潮差发生在加拿大的芬德湾 超过16公尺 令它成为世界第一高低潮汐地 每日有1000亿吨海水 两次流入并流出芬迪湾 其水量超过全球所有淡水河的总和 巨大的潮汐效应还为芬迪湾带来了奇特的海岸岩石构造 芬迪湾巨大的潮差被视为潮汐能发电的最佳地点 台湾西海岸台中苗栗一带最大潮差可达5公尺 而东海岸则约小于2公尺 海象观测网进行波浪、潮位、海流、海温及海气交互作用相关观测 以掌握台湾附近海域及时海象 中央气象局规划建制海象观测网 是由外海测站、近岸测站及岸边测站组成 资料浮标包含哪一项设备呢? 资料浮标配备为 无线电发射器、夜间警示灯、雷达反射器、太阳能板、风向风速仪、全球定位系统GPS 详见图片 海洋面积辽阔 直接观测海温不易 通常采用什么方式观测? 卫星摇测是观测大范围海温的最佳选择 利用卫星搭载辐射计所观测到的海水表面温度 在经由特别演算法 将云和大气对气温的影响除去 才能推估出海表面的真正温度 台湾四周海域的潮汐预报自1944年时由美国发布 1975年才由国内海军海洋测量局完成电脑域 此后1977年也发表了潮汐预报电脑模型 此为国内电脑模式预报潮汐之先驱 直至1990年潮汐资料 经由国防部解除机密管制后 中央气象局即在同年采用数值模式开始发布潮汐预报 以供各界使用条和分析法字 DARWIN 1907发展至今已逾于百年 其方法系以复利液集数来表示潮汐特性 引用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 NOAA潮汐分区的概念 以NOW-99V潮汐模式或NCTU Model 可同时模拟如温度、岩度等水力 特性进台湾周围海域革网化之潮位预报 台风期间的爆潮水位模拟 应用海洋数值模式 PALM加潮汐模式 NOW-99V之计算水位直加搭配模型台风 RVNRENKINGVORTAX PALM加潮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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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